第32届金曲獎年度歌曲獎得獎的是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由盧廣仲演唱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獲得本届金曲年度歌曲獎 这首歌在YouTube观看次数超过4300万 全唱度超级高 确实刻在许多人的心底 我觉得这是一首很温柔的歌 我每次在唱的时候我心中都这样想着 希望这个世界可以更温柔一点 希望我们可以更温柔地去爱着 然后更温柔地去看待所有形状的爱 最后 《爱》 这首歌曲也是电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的主题曲 去年才夺下第57届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这回又再获金曲肯定 评审团大奖的得奖者是 给你们万芳 而评审团奖最终由万芳的专辑给你们夺下 出到31年的万芳 在台下听到获奖这瞬间泪崩 至此时更展现出真性情 当我再次地回到唱片圈的时候 我希望能够回到生命的议题 因为成长的这个过程实在是有太多 太多可以分享的 至此到一半陪着万芳上台领奖的黄运林 在她耳边说话用手指着台下 但万芳这么回应 我管你的 我要谢谢黄运林 小林在这张专辑里头对我来说实在是 太重要 这次不论是年度歌曲还是评审团奖 作品都是渴望分享温柔美好的意涵 opp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